省議會的這一期的session 會期已經結束 那麼在這一屆這個省議會當中 我們知道這個最大的贏家 實際上是多元文化廳 因為這個向華人社區 進行歷史道歉 是獲得了超黨派的支持 那麼其他的 我們在教育的問題上面 我們在交通的問題上面 我們在其他的問題上面 儘管這個都有進展 但是呢也有很大的一個矛盾 只有這個就是道歉的問題 做得非常好 那麼我們非常今天高興 請到了這個省長眼裡最大的工程 那麼就是國際貿易 和多元文化廳的廳長 曲傑斌女士 曲廳長 上我們的節目 來跟我們進行互動 Tarisa非常歡迎上我們的節目 鄧主持人你好 那麼問題是我們看到 在這個一個過程當中時間短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新民主黨 實際上這個就是批評的 也是很厲害 在像社區也有不同的聲音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當中 你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面 至少把這一個 抱歉的這一個那一天做得非常地出色 那麼你覺得成功的要素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成功的要素要多謝省長 當他為我作為多元文化廳講以後 他跟我講得很清楚 他很重視對華裔社區在歷史上 作出不公義的事 他跟我的指示很清楚 就是希望我要在省議會的議題 就是春節的議題之前 要達成跟新民主黨跟所有的反對黨 達成一個協議 可以把這個道歉是誇黨派的 因為如果不是誇黨派 因為我們每一個省議員 都代表我們上區的順便 等於我們85個省議員 如果我們全部都無條件的投贊成票的話 等於全省的 全省有個共識 所有的省民都向我們華裔社去道歉 所以這個很重要 他很清楚給我這個指示 然後就放手給我去做了 這個要多謝省長者為之的 很清楚的指示 那麼當然這個你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那個也就是氣場的討論 那麼有好幾天沒有好好睡覺吧 其實我這個人你跟我共識過 你都知道我做的事情 我自己最大的優點就是很勤快的 很勤快 很勤快 這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的目的去做事 我覺得因為主要就是希望反對黨 又感覺到我們執政黨去做這件事情 是為整個政府 整個省議會的 又給他們感覺 我們是沒有政治的意味的 所以從開始我就跟反對黨 就跟他們商討 所以這個我看已經是很好的開始 大家都有誠意 那麼當然我們也期待 聲明期待這個跨黨派的合作 不單單在道歉上 在其他的民生議題上 如果也能做到的話 這個絕對 那麼當然BC省的政治 就要朝這個好的方向走 但是華人社區還是認為就是說 這個光道歉的 那一個動作還是不夠的 就是未來在教育 在這個教育課程當中的這個推動 那麼華人還是盯得很緊 媒體也盯得很緊 覺得這樣才能讓這個就是我們的後代 能夠知道這一段歷史 那麼未來在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不要重犯這個過去的歷史性的錯誤 那麼在這方面 這個動畫廳是不是還是很下勤力的 要把這個事情往前推動 其實這個省長也看得出很重要 我們還沒有做出報告之前 省長已經在審議會 已經站起來 在他的一個聲明當中的表達 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要我跟教育聽長一塊合作 把這個對歷史上做出的不公義的 所有的歷史都放到教科書 而且不單是華裔 還要對其他的主義的社區 不公義的事都放進去 這個還沒有我們去道歉之前 省長已經很清楚給我這個指示 那我很高興 這個已經我們提出來的建議 省政府跟整個省議會都接收了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教育 那麼你覺得用多少時間 可以在教科書當中 讓孩子們能夠看到 不分主義都能夠看到 我覺得這個因為我不是教育聽 我們現在已經因為這個道歉 剛剛是兩個星期前結束了 我已經跟我多元文化廳 同時講得很清楚 我們大概一兩個星期就要做什麼 給我一個時間表 大概給我一個印象 要多少時間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答應過的建議的做的事 每一樣寫出來那個時間表是怎麼樣 那個時間上一次 我來跟你談的時候 就可以跟你有個張戴 好的 那麼就是最後 就是我們就是說 這個Promise很重要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在你的任期 就是到下一次大選之前 我們還有三年 這個時間段裡面能不能把這個事情完事 做好 照遇我希望應該 我希望可以做到 正如我剛才說 我還是推動這件事 我不是照遇聽者 但我不可以在這裡說 肯定可以 但我希望是可以的 這個是我的希望 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跟照遇聽的聽長 還有他們 我的同事 叫他們去商討 希望在下一次 審選之前 我們可以把這個 真的放到我們的 這個教科課程當中 等所有的省民 年輕的一代 都會去奢習階段的歷史 好的 那麼非常謝謝 曲聽長 跟我們這個就是做了 這樣的一個表態 那麼不管怎麼樣 在這個講座的過程當中 也有這個社區的代表認為 氣場講座是不是沒有這個 華人的這個主意 但是講座都是有限制的 你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去參加的 也不可能 那麼但是放到教科書裡面 那我們所有的下一代 都能夠讀到 那麼這一個就是 曲聽長也已經表態說 要在下個這個就是大選之前 能夠完成這個東西 那麼選民也將會 在這個問題上面 來監督審自由黨說 他們有沒有說到做到 那麼對他們下一次的投票 將會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